故隆族歌手马永根 带着部落祈勞在红毯上高唱故隆族和音 它是一个鼓摇 然后它是从打猎狩猎回来 回到部落的时候要吟唱的 告诉部落人说我们到了 到这个地方了 第28届金曲奖 24号在台北小巨蛋盛大举办 每个音乐人都胜中 要搶下美光燈焦點 但原住民族音樂人也不遑多讓 排灣族歌手戴小君穿著傳統服飾 帶著部落族人一起走紅毯 展現原住民族特色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有這麼正式的場合 因為部落的這些家人朋友 他們就是第一次面對這麼大的紅地台 然後跟舞台 然後跟這麼多的人這樣 所以他們也很興奮這樣 另外排灣族歌手側模 也穿著樹皮製的衣服風格獨特 阿美族歌手郭明龍 現場更教起阿美族語 龍哥 龍哥 Dennis一直很像學一句阿美族語 叫做不要逞強 可以親口教我們全世界幾億人 這句話怎麼說嗎 這句話要怎麼講 這個簡單 阿卡巴吉吉 第二十八屆金曲獎青光大道 除了展現音樂人的服裝巧思 更有不少音樂人拿著土地爭議的布條 藉此傳達新聲 讓民眾更重視土地議題 記者他們陸論台北市採訪報導 你們都聽不懂 至少 齊